广州城与广州对今晚上的比赛 第十八分钟 阿克森中路高超为广州队手开记录 然而进球工程四分钟后 犯下错误对手的乌龙 帮助队手预扳跑了一分 第34分钟 蒋光泰队出击的门将 冯进射门为重庆扳回一球 广州城的领先持续了一分钟 阿克森便通过个人能力 通过防线两个人胜手 继续离开 半场结束两队战争2比2平 中朝第八轮广州赛 下半场开场 陆伯父强行创车造点山东泰山 他亲自主划命中 一分来到三比二 上半场山东队利用对手的乌龙 和第68分钟 阿克森便通过一分钟 一边再战 面对出击的门将 重庆盛门为重庆扳回一球 最后 但五分之后 徐心将比分最终锁定为三比一 山东泰山迎来了两个人 继续离好庆祝的时刻 主裁判通过视频回看 认定广州队广州队队位赛区的比赛 最终两队三比三 我身穿成色球衣的山东泰山